结果是大家都倒霉 那Professor Tashiro 他是Sincinnati大学的一位生化学的教授 他把一个149磅重的人 送去生化实验室分解 我现在科技很厉害 科学很发达 如果您正好是149磅 把你送到生化实验室一分解 就得出这一堆元素了 这个我们就不用再看了 氧92.4碳31.6等等等等 哇很精确的算出来 一个149磅重的人 得到这一堆元素的成分 所以你就是这一堆元素的成分 是不是 你接不接受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就要问 一个149磅重的人 只是这一堆化学元素吗 好 那另外一位苏恶的科学家 叫做马尼诺 他更干脆了 他说一个人有什么用呢 人的用处如下 可以漂白四分之一平方尺 可以共闪光摄影一次 可以做火柴2000根 可以做钉子一根 可以做200克的肥皂七块 我们当中有没有读化工的 我猜他大概是练化工的 看什么都把它当作原料来处理 一个人身体的原料 可以干这些事 所以这很显然是一个唯物的科学主义者 把人当作东西来看 人这个东西包含着这些物质的成分 人这个东西有这些物质的用处 所以把人当东西看 今天的文化 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就是把人当东西来看 我们衡量自己 是用东西来衡量自己 那这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好 那另外有一位学者 这是耶路大学的一位学者 叫做Dr.Morowitz 他发表在费城化学报一篇文章 叫做这个人值几毛钱 很有趣 他说 又是一年飞逝而过 其中的惆怅 被一张幽默的赫卡给冲淡了些 赫卡的正面引言写着 按生物化学家的古迹 组成人体的原料 只值美金97分钱 哇 真是不值钱 只值美金97分钱 那Dr.Morowitz一看这个卡片 他就想说 人这么不值钱 他觉得很奇怪 他就去查一下catalog 去查一下那个价目表 他就说 人体的基本成分的价目表 那算是人究竟 是不是只值97分钱 他就去查了 他这一查 他发现这个catalog 组成人体的重要的成分 下面这些成分 然后他的价目表列在旁边 这个我们就给大家表一下 你看到这个很科学的 多少钱多少钱 他完全根据价目表就算了 好 根据这个表 他就核算了一下 他说我把人体的组成成分 按照这个价目表 估计了一下 大约除水净重 每一克的平均值 是美金245.45块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 每一克的价值 他说我这个168磅重的人 我不知道你多重 换算为76364克 除去68%的水分 共有24446克 乘上每克的平均值245.45元 得到多少钱呢 美金600万 15块4毛4 他说哇 原来我的身价价值 6 million dollar man 我是个身价600万的人 不是97分钱 他说这个时候 我的至尊显然从97分钱升高了不少 我觉得这个科学家真好玩 真有意思 他说 他就想了 为什么 有人说97分钱 为什么我这样一算变成600万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的回答 他在那篇文章里回答 这篇文章也登在宇宙光发表过的 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 他的回答怎么说呢 他说最简单的答案是 内含比物质贵重得多 内含比物质贵重 他说600万人买到的是原子 在最高内含的组合状态 而97分钱买到的是 内容贫乏的煤气水石灰铁的 他这么一想 他说 哇 其实600万的古迹还是太低了些 如果要把细胞组合成组织组合成器官 器官组合成人 他说 这一个巨大的工程超过了人类的想象力 beyond my imagination 完全超过了我的想象力 我怎么想都想不通 他说 我无法用多少钱来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他说 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顿悟 忽然间顿悟了什么呢 下面这个答案非常有意思 他说 每一个人都是什么 无价之宝 原来我是无价之宝 哇 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非常兴奋 所以我后来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 原来我是无价之宝 所以你怎么看 你可能只97分钱 你可能只600万 你也可以是无价之宝 所以当你觉得你是无价之宝的时候 你就不会随便把自己卖掉 你就会珍惜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刻 每一分每一秒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好 那我们就说 在基督教的信仰的思考的里面 生命是非常尊贵的 因为基督教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他用了地上的尘土 这地上的尘土 圣经上形容 是出于尘土 仍然要归于尘土 我相信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到最后都归于尘土 没有一个例外 不管你是谁 到最后都是归于尘土 没有例外 所以如果你把你整个的人生价值观 摆在这个物质的肉体 这个尘土身份 那你就是把自己生命 看成一堆尘土 你不会珍惜 你不会好好地去看管 去使用它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 他说他用他自己的形象 与样式来造了我们 然后呢 他在我们鼻孔里吹了一口气 让我们成了 有灵的活人 哇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 我们觉得 我们的生命 除了有看得见的物质的成分以外 这个看得见的物质的成分 不管谁 都是归于尘土 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从古到今 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会归于尘土 秦始皇要归于尘土 汉武帝要归于尘土 对不对 古代的西方的很多人 不想死的到最后归于尘土 对不对 都要归于尘土 但是呢 有些部分不是一样 有些部分是存到永远的 上帝把他的生命 赐给我们 上帝把他的形象 上帝的形象 是一个非常尊严的 伟大的 奇妙的 一个无限宽广的一个价值 摆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 你要用什么眼光 来看你的生命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基督教的信仰 带领我们 让我们知道 原来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无价值宝 都是无价值宝 所以因为我们 有这么贵重的价值 所以当我们 远离了我们的生命的 本源的时候 这位上帝 他会来寻找我们 他要我们 回到他的家中 成为他的儿女 恢复生命的荣耀的 形象跟样式 这就是神的 要给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说 生命的第一部分 我今天先跟大家 介绍到这边 求上帝提醒我们 让我们开始知道 原来 我们的生命 是这么贵重 这么有意义 这么有价值 在过去 可能我们把生命 看得太低了 失去了生命的水平 以至于我们 没有活出生命的尊严 难怪我们活得不快乐 因为我们没有把生命 应该有的样式 活出来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原来上帝要把 他最丰富的生命 赐给我们 求主加上祝福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创造了我们 按照你自己的形象 与样式创造了我们 也把你的生命灵气 吹在我们的鼻孔里 让我们成为 有灵的活人 所以我们有 无限尊贵的价值 我们是一个 无价之宝 在你的眼光中 我们的生命 是极其宝贵 主啊 求你让我们 珍惜我们的生命 主啊 让我们回到 丰盛的生命的领域 的里面 让我们不要再做 一个失落 世上的人 让我们被你所得装 主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今天把这样的 丰盛荣耀的生命 赐给我们 主啊 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从 这一个起点出发 来荣耀你 来让我们活出一个 丰富 得胜 荣耀的生命 谢谢赞美你 在我们今天晚上 低头祷告的时候 我也愿意问一下 有没有哪一位 你说 哇 这样丰盛的生命 这样无价之宝的生命 就是我所缺乏 我所需要的 我需要这样的生命 好不好 你举一下你的手 我特别为你祷告 有没有哪一位 请你举一下你的手 我们特别为 这样的朋友祷告 你说 我需要 我要得到这样的生命 我要开始追求 寻求这样的生命 好不好 你举一下手 我们为你祷告 请放下 还有没有哪一位 请放下 请放下 请放下来 还有没有 请放下 还有没有哪一位 你说我需要这样的生命 你举起你的手 我们特别为你祷告 还有没有哪一位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为了刚刚这几位举手的朋友祷告 主啊 你应许这样的生命是已经赐给我们的 是已经完成的 主啊 在过去我们离开了这样的丰盛的生命 我们没有活出这样的丰盛的生命 或者我们把生命的标准降得很低很低 以至于我们没有力气去走出这样的生命 求你怜悯我们 主啊 求你帮助今天举手的每一位 把这样的丰盛的生命 荣耀的生命 恢复在他们的里面 让他们也能活出这样的荣耀来 也保守我们在座的其他的每一位 主耶稣 求你把你的丰盛的生命赐给他们 主啊 求你提醒他们 让他们知道在生命的里面是何等的尊贵荣耀 有意义 有价值 有尊严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也求你祝福我们分散的脚踪 让我们回去以后反复思想 也求你带领我们明天继续来到你的面前 有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 我们谢谢 我们赞美你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我们明天会继续